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量将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觉得补给将会越来越多 关于2015年到2020年的价格的预测 你觉得价格将会来到38美元 而俄罗斯如何才能够避免价格战呢 以及对欧洲的生产商这里有哪些风险呢 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欧洲市场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的需求是十分的弱的 但是从第二个季度开始到现在 需求在持续地增长着 我们得到的补给是更加充分的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在欧洲市场 LNP的价格将会变得更低 目前你可以看到挪威和俄罗斯各自占据着50%的市场 这也就是我预测价格将会来到38美元的理由了 当然了 虽然价格下降了 但是这并不能够阻止俄罗斯继续加大提供超出我们需求的产量 这会让价格进一步的下跌 而第二个观点是关于价格战 已经快一年了 是的 市场上涌入了很多的新的能源商 俄罗斯也会加入到价格战中 但是供应量和液研气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欧洲目前的实际的需求 要远远的小于市场所给的不及 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供应商 持续地进入到欧洲的市场中 俄罗斯也会尝试着通过价格战 以此来胁迫他们无法继续这样顺利地进入到欧洲市场中 而这一切 我们都需要具体到2020年左右 就可以逐步地看清整个价格战的清晰局面了 之前你提到过季节因素 冬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但是温度仍然是高于平均温度的 你认为这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影响吗 我们谈论到的是38美元的价格 这是一个临界价格 你是对的 在过去的几天 价格是有所走低的 因为今年的气温高于平均这个时候的气温 这会在未来对补给造成更多的风险 另外需求也有可能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持续地下跌 而不巧的就是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下一周 我们就将要迎来下个季度需求量的预定了 可以预见的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订单量和价格都不会出现乐观的结果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商品角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所以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bye for now